我们是一个花瓶的 而行动党是一个 在西盟里面 只是一个装饰品 我们也听到对方 也是行动党 他们有一次强调说 我看他们是没有理由 在攻击民政党的之下 讲民政党只是一个花瓶 只是一个花瓶 国盟的花瓶 因为现在的行动党 不是以前的行动党 现在的行动党 是在西盟里面 最大的一个政党 而现在的这个大政党 竟然在大选前 给予种种种种的承诺 都没有办法履行掉 讲得很大声的 要承认同考 废除大盗 做Linus关掉 那些往往全部都没有做到 现在有40个国务员 你竟然做不到的话 你真的是一个装饰品 这些安地们都讲说 必须要投给西盟 因为他们的水费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所以他们要投给西盟 我们非生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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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想告诉这些安地 其实这个只是水费免费 只是其他的物价都占 这个是事实啊 这个是必须到大家不可以逃避的 当然啊我也相信它是 那个火箭的铁粉啊 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又因为这样 而不把票投给国门来教训 行动党或者教训现在的政府 这一次国门赢了 行动党或者是西盟输了 这个政府还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你的免费的水还是一样免费的 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借着你神圣的一票呢 来投给国门 是因为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这个中央政府跟州政府才听得到人民的辛苦 你不满你不可以不要投我投票 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来教训这一个政府 很敢呢出来出来投票 因为没有人懂你把票投给谁了 所以呢我也呼吁马华那些 对马华的党员对那个西盟不满 对现在的政府不满 对陆教肤不满 对DAP不满的那些党员呢 请你们出来投票 把你们的票投给国门 让我们赢才能好好的提醒教训行动党 教训西蒙教训现在的政府 也顺便教训现在的州政府